今天我們AM730搞這個土地小辯論 最初的構思不是來自我們的 最初是來自我們的財經專欄作者、經濟學者Kelvin徐家健 土地大辯論就知道是未來香港很重要的事 我覺得最重要是不同的聲音都可以出來 這也是我們搞這份報紙AM730的初衷 今天是第一場土地小辯論 這個小辯論其實就是我們有少抽水 但是少不代表不好 小小的百多人可以大家一起看一看 大家關心的這個火問題 也可以從今天的不同講者的看法裏 希望能夠啟發到大家 希望大家有些新的看法 現在我先交給徐家健你先說 我選了其中一個比較爭議性大的題目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我選的題目就是為公私合營發展農地證明 一講到公私合營 有兩個看法的 一個比較左派左傾的人的看法就是官商勾結 但是我們更加要 除了會不會有官商勾結之外 我覺得更加要更加重要 大家要搞清楚的就是 事情是為了什麼 如果真的釋放到土地 令到土地的增值的話 才再想怎樣去分配過利益 這樣 還有會不會是一些合作的方式 會做得更加有效率 這樣 這個就是左派他不喜歡合作的一個說法 就是怕他們勾結 這就是右派的人會擔心的 就是支持自由經濟啊 私有產權的 就是另外一派的 或者是認爲支持私有產權的人 就會擔心說你收地啊 就是跟那些業主過不去啊 長遠來說就是破壞了我們香港的其中一個核心價值 就是保護這個私有產權 這個譬喻就有很多人說了 就是說 究竟政府造地和發展商 蓋房子的關係是怎樣 就是麵粉和麵包的關係 就是沒有麵粉 又怎會做得到麵包呢 這個是其中一個看法 這個看法是重要的 麵粉 麵包 他們之間呢 我們不應該想想他們是否競爭 是否勾結 這個是傳統我們 研究競爭法的時候 已經很清楚了 就是說 如果大家都買麵包的 我就怕大家買麵包的 會不會合謀定價這樣 是不是 但如果一個是整麵粉 一個是整麵包的話 他們怎樣合謀呢 他們合謀的話 是開心的 我們反而怕 賣麵粉又賣得很貴 賣麵包的便會更加貴 那就是我們一路傳統而來香港 是擔心的是什麽 是高地價政策 那計證如果是做地做得便宜 那最終受惠的是小市民 那這個是要搞清楚的關係 就是說 做地和起樓的關係 其實是一個 理論上 經濟學上 是一個Vertical Relationship 就是一個垂直的關係 那這個看法是重要的 那在這個公私營合作 這個問題上面 那其實還有一個 另外一個合作 在起樓方面是重要的 就是其他基建的配合 那在經濟學上 都是這些我們所謂 就是不是競爭 不是替代的 是互補的 OK 起樓、鋪水渠、電線 那些都是政府的責任 那這個和互補也是重要的 我現在就給一個 是最近發生著的 不是公私營合營 如果我們不是搞公私合營的話 就搞這個 那這個 和我們心目中想像的公私合營 是會怎樣的呢 那我做一個比較 那這個是什麼 那這個就是洪水橋新發展區的做法 那你看它研究研究 那樣 就足足研究了20年 那就是研究了20年 那就差不多開始開波了 那然後整個發展計劃 什麼時候會完成呢 大概是 三七三八年 那樣 就是差不多是去到 就是整個回歸1950年 就是 由研究到去 去完成的話 是要搞四十幾五十年 這個這樣的計劃呢 最終呢 就大概是公私營的比例呢 就是 五十一比四十九 那樣的就是 五十一個巴仙就是公營房屋 四十九個巴仙就是私營房屋 它有私樓的嘛 OK 政府是有收地的嘛 有收地有發展 而且是 一些比較是 左派的人 都反對這個計劃的 都覺得它有很多要挑剔的地方 那但是對我來說 它說到一個很重要的 學到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 如果我們不是說 想搞一個新的方法 去怎樣跟商界 跟政府合作的話 那個 alternative 另外可以做 或者是試過做的 就是這樣的方法 就是要搞四十年最終 那搞四十年是搞得很慢 那還有是 中間是滑溜了很多 很多時間 那最後它做出來的事情 都是一半半 都是一半公然一半私營這樣 那這個就是 我們見到在歷史上 其實它正在發生的 如果 是照政府原本的做法 就會有這樣的後果 我們從那個例子 洪水橋的例子 學到些什麼呢 就是說 那個是由上而下 OK 合作最終都是合作的 地都是政府建的 基建都是政府建的 最終都是私人發展商建樓 這件事情 是 一直都是這樣做 將來也是這樣做 不同的地方是什麼呢 不同的地方就不是由上而下 就不是政府研究二十年 然後就告訴 然後就是地產商 然後就是投票 去搞 就是由下而上 因為現在發展商已經有 搜集一些地 那他們就是向政府 提供一些建議 發展商其實是他們有 地 就是收起來集中在地 其實是替社會做了一件事的 然後捐出部分 就拿來做公共用途 那公共用途包括可以在公園房屋 剛才說的居屋 守治 又或者學校 其他設施 那剩下的那些 就是私人發展 這樣 OK 那私人發展呢 要談保地價的問題 那這些要做得透明 那另外政府的角色呢 就是做回傳統做的事情 就是建基建 OK 那透過這個 談得到的模式 然後呢 最終我們市民想見到什麼 就是什麼 就可以提升地積比率 那就可以蓋多些樓 蓋多些單位 大些面積 那我們就有大些地方住 那所以其實 這個方法 是跟傳統模式做出來的事情 不是說差很遠的 主要的分別就是由上而下 或者是由下而上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那所以 會是市民應該集中討論的 就不是說是不是官商勾結 他們是要合作的 那我們要談的話就是 什麼是適合的公營房屋比例 就是這樣 那我今天講的 暫時就是這樣 OK 好 那下一位呢 的嘉賓呢 冠域商業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關卓趙先生 那他跟我們講的呢 就是增僻土地 和這個期望管理 OK 大家好 我就比較做宏觀一點的東西 我喜歡首先就 將一個很大的 picture 就給大家看看 究竟現在香港的樓市 出現什麼問題 那 只是用2016年 就由大約 我記得是已經第一季 它是挺低的 因為那段時間是有一個調整 那就去到128點 現在去到林鄭上個禮拜 星期五的指數去到188點 即是升了接近五成 那其實都挺重要的 因為你說一個很短時間 升那麼多 但是如果你從2009年 那個最低位升 就56點左右 現在是188點 大家都可以想像 升幅是多厲害 那但是問題就是 那個罪魁外首 其實有一個十年 高安案 應該做地的情況 或者工地的情況 另一件事 我們不可以否定的 就是我們未見過一個 那麼長時間的低息環境 直至現在就算是 同業市場的拆息是 開始升上來 銀行的資金成本 仍然很便宜 那麼現在大約 銀行的資金成本 大約是0.68%左右 看回住宅中數了 如果看回二手住宅中數 其實就一看就看到 為什麼出現一個建頂 又回落得很快呢 我們知道就是 在1998年至2003年的時候 那個住宅成交就很差 就是很低 因為那時候經濟很差 那麼對到現在 之前那幾年 其實都很差 比SARS還差 為什麼這個情況呢 其實最主要來自政府 所死的市場 二手供應量 完全發揮不到的 因為來自就是辣椒 和金管局的那個 按揭鏈得超緊 購買力最多一手 你看到了 一手這幾年 就回復了正常的了 你看到就是 地產商都相當開心 因為最近那幾年 都差不多賣到 萬六至萬八個單位 那麼你看到現在 購買力轉向一手 因為地產商可以做 高承受按揭 又可以整細一點的單位 迎合購買力 那麼 看看那個公屋的情況 2017-2018至2021-22 那個總預計建屋的公屋量 就是十萬零三百個 但是租的公屋 只是七萬五千二百個 居屋呢 就是二萬五千一百個 但是實際的目標 就應該十四萬個 總數 就是根本不達標的 這個是跟地有關 但是可以告訴你一件事 那個地的問題 是令到樓價升 但是第二個問題 亦令到公營房屋的成本 升得很緊要 政府追的那些數字 追得很辛苦 如果不是用一些 未平整的地 邪波地 來拿來建公屋呢 我們更慘 那數字 所以其實是那個後遺症很大的 第二個問題 對我來說 選地原則有六個 第一個就是時間 用最快的時間拿到宿地 所以本身就是地的本質 還有拿到的時間 拿到地的時間 面積不能少 面積 訴訟風險 對社會整體利益 還有一些叫做期望管理 因為其實香港現在說地 就不是說地 是說政治的問題 還有觀感問題 OK 這個大家無可否認 還有香港的土地和樓宇的問題 是牽涉太大的利益 OK 甚至小到一個所說的 哥爾夫球場 都可以做很多動作 OK 那對我來說 中、長、遠的選項 我不是去考慮著的 因為十幾年後的事情 我可能已經不肯輸了 我只會集中一些 是比較短時間 可以拿到的地 那我當然政府是選了四樣樣 給我們 那以我的原則來說 我會選一個 哥爾夫球場地 為什麼呢 因為2013年年中 我已經詮問了 我在長策的時候 我已經要求政府 收回哥爾夫球場的 因為我覺得 那樣東西 具有一個 叫做 很展示政府的決心 去做地 OK 因為那班 是有二千多的 Member 他代表權貴 可以這麼想 但是他只是一個租客 當你的租約完了 或者一年之前 通知他 你絕對可以收地 我不管你的租客 將他搞到 幫你那個場 搞了幾千 我要收就收 因為只是合約 上我要收 OK 還有他講了幾美 幾滑 香港做了幾多貢獻 我相信這些貢獻 都不能夠高於市民的福祉 因為他的租約 在2020年8月就結束了 理論上 12月的通知就搞定了 是宿地 我曾經被邀請去看過18個洞 OK 我看清楚了 其實是很漂亮的場 根本是很平的 當然有些所說的股份 一些股樹 但是技術性是可以做到任何事情的 面積172公頃 CY在那五年 賣地賣了少於150公頃 而其中五分之一 不是居住地 不是給建屋的 你看一下172公頃 其實想像的空間很大 訴訟風險極低 業主收回來 社會利益 它有2600的會員 相對 我只有一個朋友剛剛做了會員 等了三十幾年 才做會員 如果我去申請 我想我沒有活到120歲 我就沒有什麼機會了 就是非常貴族的 給人的感覺 相對現在有這麼多人 需要地 我覺得是值得考慮 是收回來 期望管理 這是很重要的 直至現在 香港政府為何舉報難行 就是說 沒有一個薩威棒 薩威棒就是 要展示一個決心 收回一些所說的地 可以是有合理的 收回來的 不需要用修理條例 我租給你而已 我收回來而已 我們搞這麼多香港開放 Tiffany Chan 排名全球三百多位 唯一LPGA的旅球手 誰在乎 我們需要這幅地 要幫助香港人 但是最重要的訊息 就是說 告訴別人 政府是有心有力 至於我不反對收農地 OK 因為我覺得 也是一些熟地 但是問題在乎 就是說 收回土地條例 好些 還是公私營合作好些 政府要衡量 收回土地條例的問題 以及公私營合作的問題 帶出公眾的觀感 OK 這樣我覺得 政府要考慮 棕地同一道理 但是棕地比較零碎 不是一個 那麼多 好像四大第一箱 擁有千公頃的農地 我覺得 但是同一個本質而已 就可以考慮是 動棕地的 這些全部是少於十年的 工地的問題 那麼我覺得 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說 除了想著供應很多地 很多地之後 整個城市規劃 是一個大南道 大角度 是可以看的 不應該只是說 有地就可以了 給別人住就可以了 其實是一個 要考慮將來的 人口老化 那個 population的問題 OK 謝謝 謝謝 我們 到六個派 你 做得到